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有江峰照眠过 且还我不做那听众客 梦堪破 往事一阙也无目 冬香珠 但莫属 红窗深处 有尘速 烧成了 这蜻蜓终于烧成了 皇天不负有些人 我在雌腰带了十几年 这批盘子是我见过最难收拾的 咱们即刻就去商会 让他们也开开眼 走 站住 劳烦通传一声 我要见贺二郎 我家二郎说 他病了 尤其呀 不能让女子打搅 不想 禀王爷 瓷器商会联名上报 告林泉镇的御烧瓷房 确定 谁 瓷器商会的御烧瓷房 那商会常年以私商确立 整块瓷器生意 人家柳氏只是买了一块地 根本够不成确定 本官定要趁此机会 给他们一个教训 不 不过 这瓷器生意 毕竟占了林泉镇三成的赋税 再说皇家御贡迫在眉睫 那柳氏竟敢横家阻拦 该治罪的 是他 柳氏一律勾地 何罪之有啊 是 是 是下官忘断了 此案 该如何定夺 还望王爷明示 本王已减免了他们的赋税 以补贴他们广开陆路 路程远近取舍 由他们自行商议珍州府 不做干涉 啊 下官明白 下官明白 来 夫人想什么呢 夫君 我今日被赫家拒之门外了 回来让人打听了才知道 那赫家提告王爷 说我缺了地 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你本无措 就是这件事情 闹到了淮阳王那儿 你也是站立的 可那些商骨在灵泉镇 鸡危已久 恐怕淮阳王 还是会偏听偏信的 不会 以我对淮阳王心性的了解啊 他定会秉公执法 不会训私偏邦的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终于肯信他了吧 不 我是相信夫君 我们可不能白白吃得这哑巴亏 我们就去王府 去见淮阳王 当面请愿把这件事情说个清楚 夫君 淮阳王很忙的 因此才要父君相助啊 你是王爷的旗友 一定可以引荐的 李妈妈 去准备一身妥贴的行头 午后我们就动身 去淮阳王府 去淮阳王府 走得稳当先啊 是 你 作孽呀 夫君 等會兒見到了王爺 看我的臉色行事 看你臉色 你呢 只需要與王爺好好攀交情 等談及正事由我來游水 你不用開口 別這麼緊張 一會兒王爺帶著柳氏來了 你就以參軍的身份 先接待他們 千萬不可暴露王爺身份啊 可是 怎麼會如此突然啊 你就先別問了 要是柳氏堅持要見王爺 你就說王爺還在軍營 快快快去快去 行行行 人來了 人來了 請玉少慈房的冬季進來 不是玉少慈房 是商會 權貴在門口請願的 來了來了 王爺跟柳氏過來了 那不是要露信了嗎 林泉鎮商會十二家 向淮陽門請命 請玉少慈房各議去你 求王爺替我們做主 求王爺替我們做主 思雄你聽見了嗎 那些商壺在王府門口 都能說得如此難聽 聽不太聽 那你過來田田 你看看 我 你過來看看 啊 看見了看見了 你 真不成奇啊 王將軍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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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王爺 一群人擠在王府門前喧嘩 乘何低頭 都給我站起來 並非我們有意 煩惱王爺清靜 實在是呢 崔家娘子為商不易 他行占地之舉呀 此事若不解決 我等生計 眼看便難以為戲呀 是啊 是啊 再不想羈押的貨物運出 我那小鋪色可就完了 求王爺給我們做主啊 求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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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幹嗎去 船夫 我們回去吧 哎 啊 不見王爺了 有那麼多人都在找王爺的麻煩 你我又何必多添一份沒去呢 就是 況且依我看啊 那些人未必是衝著我來的 什麼意思啊 是衝著華陽王來的 王爺呢 車都走了 這算什麼事嗎 這是商會十二家供你的群演戲 讓您轉交給王爺 商人舉手投足間都是買賣 王爺若要承擲我 那珍州 定會朝令夕改 傷了民心 若不承擲 那些商骨門 也一定會獅子大開口 亂提要求 眼下頭疼的不是我們 而是淮陽王 夫婿你怎麼了 你也頭疼了 哦 剛才 撞了一下 路上太癲了 夫人啊 那可是華陽王啊 他們就算再得尊堅持 不施抬舉 那王爺只要稍微使一點 硬的手段 他們能怎麼樣啊 華陽王若真要匆忙行事 可不可以 若是我 可不會如此 夫人有何告見 好 好啊 水墨蒼盡 筆法雄起 不居簡妙 好一幅墓穴通緒圖啊 我要了 佳公啊 这幅画已经被人买下了 买下 买下了 谁买的呀 这 我可是赶着你约好的时日来的呀 这买主一大早开市就来了 人家给这个说 说是装标好了就来取 小的也是看个缘分嘛 缘分 缘分有什么转头啊 他出这个书 我出这个书 这话啊 给我了 看得出您是真的喜欢此话 可小的总不能等人家买主来了再说 价高者得吧 不如这样 我看那位买主也是个体面人 小的牵个头 您二位呢在隔壁最先楼喝点茶聊一聊 您来坐东 看看能不能让他把这幅画让给您 也好 这样啊 大家都有个体面 这这这 却家娘子来了 小人呐一时恭候您呐 贵家凡是新部上市我哪次不是第一个朋友 是是是 说吧 今日是什么部 西州来的羽丝锦 只闻呐如丝丝与条做对筋特别漂亮 而且只来了一匹 那不是比姓柳的云香山还要好 这羽丝锦我要了 薛家娘子这么巧啊 这羽丝锦是我先看重的 哦 那既然如此 我也不夺人所爱了 你也说不上能够夺我所爱 崔家娘子加入不了商会 近来生意可好 那可真被说着了 方才还有人追着我谈生意呢 还约了最仙楼最好的雅间 让我晨午就去 哦 对了 我听说商会的东家们 日日食不甘味寝不安息 薛家娘子还有闲心在此处买布 那想必薛家是已经找到孕慈的通路了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找他谈什么大声音 走 薛家娘子 这布 你还要不要 家公 请 请请请 家公啊 这位就是通渠图的买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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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二位慢慢商量 我去外面候着 我和他没什么可商量的 不过是一幅画 不要也罢 贾公你确定这幅画不要也罢 也对 这画中的景语 一如您如今的处境 不买回去给内侍添堵 倒也是明智之举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贾公啊 既来之则安之 不如坐下好好与棉堂 共同品鉴一下这幅画作 豪杰贾公心头之苦闷呢 对对对 那二位慢慢见赏 小的在外面候着 你留下 好 说好了 只谈画中景语 不谈生意 自然 此画名为 暮雪通渠图 你们俩 山民带领马队驮获行山 却欲如此暴雪 待行至深山腹地 只怕 食物短缺 无以冲击 你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物尽粮绝倒也无妨 可以取马肉过腹 可这山民 会先从哪一匹马下手呢 投马引路 必不能杀 诱马利剑 日后可大有作为 倒是紧跟着投马的 第二匹老马 负重最多 虽有些苦力 却前景堪忧啊 错了 错了 此话品的是雪和山形 不是马 让他说 这第二匹马 何以前景堪忧啊 暴雪来时 投马自有生存之道 而右马虽力薄 却没有负重 唯独只有这第二匹马 没有投马健壮 却要驮着与投马等重的行囊 雪落一层 风险便多一层 旁的马匹尚耗损得起 唯独他一刻也无法虚耗 再这么拖下去 第一个死的 只怕就是这第二匹马了 若是那山民分摊负重 让几匹马同心协力 也未必过不去这雪地 贾公定然是心里更清楚 这山民到底分摊了几许 所谓同心 到底是同摊风雪 还是 投马怕后来者居上 所想出的说辞呢 毕竟 连绵堂都能想清楚的局面 您明白 旁人肯定更清楚 对对对 没想到如此简单的一幅画 竟能预议出如此深的寓意啊 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 柳娘子 你虽是一介女流 看来 倒真是一个董丹青汉墨的 贾某佩服 难不成 女子只能竹里钟馈 负责家中的三餐一宿了 妙墨丹青 倾慈细遇 女子也不能赏完品鉴了 男子能做到的 女子一样可以 真正有别的 只有人心而已 贾公买下这幅画 便是我的画友了 从今往后 我们便一同品鉴这幅通渠图 共享丹青之妙 若是贾公 能够再多介绍些画友 让大伙一同受益 将独乐变成众乐 岂不更是一段佳话了 贾公 这通渠 您机重机买下了 可要好好带它呀 二位掌柜请 没想到 这柳娘子 会把这通渠 转让给我呀 恭喜贾公啊 夫人 这贾公说的话 真的会帮您进商会吗 回去吧 自有好消息 我在罪仙楼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贾公花了重金 从姓柳的女子手里买了通渠 俩人就在雅间里相谈的 还带了个中间人从中牵线搭桥 对 家主 小的也见得真真儿的 放行 双岭村那块地上 姓柳的给一车队放行了 多半就是贾家的东西 就在那罪仙楼 相谈的 这姓贾的 这姓贾的 还找了个中间人 去游说柳棉堂 说什么 谈什么通渠 还有啊 那桌子上放了好多银钱 这可是我家夫人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哪 绝对错不了 好冷啊 这怎么连茶也不上了 这商会通渠之事 大家也都没个主意 无话可说 无事可做 口自然也就不甘 对对对 不甘 不甘 来 上茶 咖宫口肝 像是 没少磕压料嘴 这通渠之事 不知 您有何高见哪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哪还有什么高见哪 大家都无计可施 可就这么 待在商会里头 这方面面相觑 它也 不是个事啊 就是啊 要不这样吧 咱们呢 一到去那双岭村 走一走 瞧一瞧 亲眼看看 通渠 好啊 好 这个主意好啊 这说不定 在双岭村 兴许碰见那个姓柳子呢 正好咱们大伙 一会儿 也会会他 甲公啊 你说呢 荒村野地的 有什么可去的 再说了 那姓柳的也不见得就在那儿 甲公 此言差矣 我们此行也未必 非得见到那柳氏不可 那地方地势平坛 兴许我们能找到一条路 兴修渠路 只要我们商会呀 其心 一定会有对策 甲公 意下如何呀 那附近呀 只有双岭村 一条坦途 况且 兴修成道 那得耗费多少银钱哪 又得虚耗多少时日啊 左右都不如这双岭村 这个呀 就不是一条良策 我看 大家再想想 再想想啊 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离间计 既然夫君都知道了 那我可不说了啊 别别别 夫人 为父于对 你还是跟我好好地说一说 怎么能让咱们的玉超磁房 大大方方的 光明正大的 进入到商会 我买下双岭那块地 看似是要把持陆运要盗 确定之事 其实 我无意刁纳商会那些东家 是他们铁板一块 不肯公允地同我做生意罢了 所以你就要离见他们 商姑以利为贤 即便是合作多年的友商 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并不牢固 尤其是他们听说 有人私下与我结交 获得陆运的便利 那必然会心生动药 何况 我在双岭村放行了 所谓的假家货车 可欢迎王没有断他们的生路啊 只不过是让他们多等上一个月 他们就要为这一时的得失 备起商会 商会的那些东家 一个个都是人精 那些货物在库房里多囤积一日 便是一日的真金白银损失 当下 他们都以为 贾公和我暗通款区 那如今 张牙舞爪的 都是商会中 除了贺家的那些人 尤其是坐在第三把交椅的薛家 他们定会忍不住 来找我行方便的 夫人的条理 真的是清晰 只要开了薛贡这一个口子 商会中的其他人 定然是坐不住的 等他们都在我这里 得到了实际好处 谁又会冒着 得罪怀阳王的风险 去请愿滋事呢 这样咱们既得了利益 怀阳王的麻烦 也定然不会找到咱们崔家头上 崔家没了夫人 真是不行 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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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过病了几日 商会竟然出现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大事 第壮旨 大闹怀阳王府 谁给你的胆子 谁给你的胆子 大闹怀阳王府 你是当真 贤武的命活得太长了吗 不是 爹 您这能怪我吗 都是那姓柳的他 逼人太甚了 再说 咱们家不是跟福尹交情很深吗 怎么这回他也归宿起来了 你给我住口 你 你还不知错 还不知错 从明日开始 你把手上所有的生意交给真儿 你给我从头学起 不是 爹 这不至于吧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把那弟给你拿回来 我我我让那个柳边堂吃不了 都是走 行了吗 你给我滚出去 我此刻 我此刻不想看到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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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别气了 消消气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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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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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会有成功的那一日 你说是不是 王爷 林泉镇来了消息 说柳氏已经正式加入商会了 若是您日后面见商会的人 那柳氏 你一口一个柳氏 他本来就欣喜如范 你若是有一日当着他的面把话说错了 本王怎么收场啊 请我还是叫他夫人 是 王爷 这是今日的韩剑 商会又要作弄王爷了 这是林泉镇商会的贺宫 亲自送来的玉共慈禧名录 请您顾目批示 家主 夫人 商会各家的货车已经如约通行了 那些商骨也没有再去王府示威 好 知道了 味道如何 色味俱佳 子军 一会儿你再教我练几个字吧 好啊 今日就写 韵轴帷幄 那我去拿笔墨 行刘的 你给爷爷出来 行刘的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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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李妈妈 柳绵堂做那些阿的事 什么人啊 家主 是贺家二郎君 来者不善哪 现在你都做头乌龟了 现在你都做头乌龟了 出来啊 你 你 是那妇人的郎君是吧 在下崔玖了 何事 你呀 心事真大 她一个妇人平日里不在家相夫教子 每日抛头露面 你也不管我呢 我相信我的夫人啊 我听说你是个下棋的 想来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过圆满了 也难怪 历练少了 你知道她柳绵堂平日里都跟什么人打交道 你又知道她是用什么手段拿下来那块宝地 她每日应对的 是阿萨的商会 她能走到今日这一步 靠的是她自己的眼光和决心 眼光 笑话 我们这么些商会东家都办不成的事 她一个处处茅庐的小女子 她就能办成了 可是这个小女子 比你们这些男子要强啊 我不跟你多废口舌 你把那心里就叫出来 我有话问她 你 锁我你 你松开 你若再敢对我的夫人口出狂言 你这条胳膊 恐怕就跟你无缘了 你 好啊 你 你什么都听那女子的是吗 你算什么男子 你啊 我 我夫君正值善良 护持家人 比起你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只知道对弱者 对女子叫嚣耍耍狠之人 她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好 你 等着 都给我等着 你 等着 放开 放开 你妈妈 把门擦一擦 哦 别看了 别看了 算了 算了 听准啊 走走走 看一看嘞 可惜一下啊 看看 过来让她 这个好 别够了 帮她好啊 来 谢谢啊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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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当面与他分说明白 何况 我怕公子 以你我之事为难 便瞒着公子 只身前往 他如今过得如何 柳娘子 遇到了心中所爱 与一个寻常的伤果人家 结了亲 那日他看到我 一句话也不愿同我多说 扭头便走 我想 他还对我们心怀芥蒂 相与仰山的一切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他当真舍得吗 公子要做什么 他不来 我便我 当面跟他说个明白 不可 林泉镇是淮阳王的地界 你去了 等于刺头罗网 公子你忘了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您这是 是想做蟹黄拌饭哪 是啊 这是我母亲教我的 小时候 他经常给我和父亲做这道菜 他还说 蟹黄拌饭要做给心上人吃才有滋味 咱们往日也买过好多螃蟹 但好像也没记得您做过 您怎么突然想做了 葱能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来 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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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烫啊 弄弄弄弄的 真好吃 好吃吧 我自己来 怎么吃个东西还跟小孩子一样 压红圈啊 夫人 可以用碗膳了 好 你先吃着啊 哼 哼 快尝尝 如何 如何 比那寻常的六叶黄还要鲜美 我先是拿熊蟹膏单度熬成了油 再去煸炒雌蟹黄 用黑毛猪油调作 搬上热腾腾的米饭 越热越好 这样才能称出原汁原味 嗯 确实 哦 夫人还有旧伤在身 还非要自己亲手挑蟹膏 以后这种事 吩咐奴婢做就是了 无妨 弄到了 嗯 饭都要凉了 做了那么久呢 肉的 哎 这么晚了 谁啊 来了来了 哪位啊 是我 本神医 今日 买了蟹 然后顺便路过此地 想请柳娘子尝尝先 我 我不知道今日 赵神医为何会来送蟹 嗯 我约了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夫君 你去接待赵神医吧 我先回后院了 好 家主 家主 人呢 谁啊 这 柳娘子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还知道哪个是你真的家吗 啊 连表妹让我给你拿的 她知道找你就对了 她口中不说 她看我的眼神 她都在说 你赵泉也不是个好东西 你们男子都一个样 来 来 来 嗯 绝美啊 这不是李妈妈做的吧 把筷子拿开点 什 什 什么意思啊 又不是给你做的 想吃 回你侯府吃去 嗯 吃醋了 吃什么醋啊 我的 那 那你给我吃点啊 那不是给你留着吗 这些你随便吃 你是不是吃醋了 那就对了 对什么 算不上 你 无异于她 她呢也是稀里糊涂地 把你当上郎君 那这连发乎请指护礼 都不算是 这她若碰到一个 让她清新的男子 那也不是你 凭什么不是我 本红魅力无边 就是我 你给我吃一口 你干嘛 李妈 收碗 李妈 柳氏入了商会后 分了贺家一直垄断的 一共生意 得到了各东家的礼遇 玉烧瓷房的生意 好得不得了 这月进了三百多两呢 王爷 王爷 是 她确实比我最初想的 要有趣一些 柳氏塔 一直用心地做着 催家当家主母 若是万一 日后让她知道了真相 恕老奴直言 王爷 是否动了测隐之意 冷王只是不想管她 就由她去 也算是让她为了自己 正余生的用度吧 等到时候抓到了陆文 这个佳佳酒 就该结束了 老奴心里有数了 柳子流水过 夜少会热落 重逢时还不忘 得去因果 谁忽然经过 一转身 海塘飘落 爱对了 爱对了 错人的 悲欢离合 啊 谁不识千万里 流云我学 难相双 亦相变 蹚过春水 游离秋节 余双人余恨远 心与心更年 就曾遇见 沿沫的 明明灭灭灭 若问听千花 昨夜开几朵 没追究 心影里 半生烟波 放那些尘埃 雨分乱 无枝无袖 平手愿 相唱过 还有许多 谁不识千万里 流云我学 难相守 亦相别 疼过春水 游离秋节 一双人 一根月 相伴两不言 似是梦 手探浊 光阴渐渐 心无涌 愿与你 随随 念念